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主联系方式交给了北京奔驰 车主录虚有反馈 但是北京奔驰方面对于其实很厉害的采访要求 不知道是有难言之意 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采用了一个字 一字句 那就是拖 从九月底到现在一再延期 然而纸巾也没有应答 其实是不是应答不重要 重要的是故障的发生和车主们带来的困扰 以及这些隐患的存在可能引发的难一不良风险 所以我们这里还是再就此类故障 再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ISG和BSG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谓的BSG其实就是一个电机 既可以做法电机 也可以做电动机 属于这个低度的混合式 是所有的有改变车型中最常采用的方式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对原车结构改动小 成本低 我找到这个资料是别人家的 大家自动忽略他们的最后一期 所谓的ISG呢 发动机电机和变速器并连 按照不同功况要求呢 发动机和电动机的扭矩 进入变速器之后呢 即将复合 发动机动力为主 这个电动机呢 只是学不前逢的作用 是为一种中度的混合式 也就是说奔驰油改变呢 最初采用的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后来呢48副不停的出问题呢 就在新款上采用了进步一点的ISG了 那么奔驰有BSG改成ISG之后呢 这个48副曾经出现了问题 消失了吗 从车友的投诉来看呢 并没有 这是江苏的一位车主 这个2021款C260L 这位是湖南的一位车主 同样也是这个C260L 也是2021款 这位车主呢是老款 因为已经那个48副问题呢 休理啊升级四次了 他弄烦了 就打算把车便宜卖掉 换一辆那个特斯拉的Model Y 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把前两位车主呢 就是新款这个车 2021款车主的电话呢 他会根治公关部之后呢 根治公关部反应很 很迅速 立即与车主沟通 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反正车主暂时回家了 要出问题吧 也得隔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矛盾呢 已经按下了 二是呢 公关部的人员呢 从此呢就再联系不上了 可能他们认为那个 搞定了车主就没有啥事了 那当时公关公司老总呢 联系我几辈 我写了个采访提纲 要求采访他们 售后和技术不满 公关公司呢 方面呢 前后突然有一个月 也没有给到缺帖的结果 本来自己说 二十五号下班前 一定给答复 结果呢 一样不了了之 这个托字局呢 用的六 有一位这个比较 资深的媒体老师 就跟我说 奔驰不可能给你回复的 因为有很多媒体呢 都关注到了 他们这个48副的问题 他都没有回复 如果要真是能回复的话 他肯定是这个 公告形式了 那么他不能采取公告形式 那就不会对你个人 进行回复 对你这个媒体进行回复 好吧 我还是太 想的太简单了 这个第三位车主呢 这个帅哥呢 对奔驰呢 比较有感情 但是呢 他进4S店呢 升级四次 也只能让他把车卖了 转投特斯拉的怀抱 他还说 如果这个BSG呢 换成ISG 那48副不出问题的话呢 打算再买一辆 这个C260L 只怕他真要失望了 前面两位车主呢 就是ISG款的 奔驰C260L车主 这样呢 大家这是也都该明白了 对于奔驰48副故障呢 其实并非简单的 有BSG变机 换成ISG变机 便可以解决 很有可能与自身那个充电逻辑问题有关 这个对于奔驰48副的混动呢 据了解起充电逻辑呢 是在滑行和刹车的时候才会充电 这就导致呢 如果经常跑高速呢 刹车少 又开E模式和气勤的话 那么48副就会持续放电 不充电 电动水泵 电辅助压缩机 空调压缩机等部件呢 都是有48副系统供电的 出现电量不足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报警 导致部分功能缺失 上文也有车主提到嘛 自己喜欢在这个E模式上驾驶 48副系统发生问题 从而呢 也着重了48副充电逻辑的问题 其次呢 还有硬件上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48副系统呢 主要是有48副的虚电池 48副的启动电机和发电机 是一体的 48副和12副的这个电压转换器 和控制模块组成 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呢 几乎每个硬件呢 都出现过问题 比如呢 最简单的就是虚电池上的那个 正负底的接口啊 氧化需要打磨啊 48副12副电压转换器故障 48副虚电池与转换器之间的 通讯出现故障 显然呢 奔驰由BSG电机换为ISD电机呢 在硬件上并没有更换其余的东西 依然会导致问题发生 自疫情发生之后呢 汽车企业的供应链呢 成了大问题 比如说从前呢 并不太这个 尖端的车规芯片 也起了灾荒 马来西亚的芯片工厂呢 一些工人呢 不幸中了新冠的招 所以呢 生产进度就没法上来 可想而知呢 供应链上的其他厂家呢 也大同小异 而疫情之后呢 豪车反而是买得好了 一方面是供应链短缺 一方面是急需发货 所以推荐质量那个下降呢 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呢 这都不是奔驰 以及所有汽车企业 就可以放松供应链质量的理由 据一个可靠消息呢 在9月底啊 就是10月初吧 就是放假前 奔驰的一些4S店呢 就对外宣称呢 这个C260L成产了 原因是这个芯片短缺 到底是芯片短缺 还是别的短缺 或者全部短缺 那只有奔驰自己知道了 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饭食呢 不会再生产 可能出现48副故障的C260L了 一般来说呢 售后服务好 的确可以化解很多矛盾 但是呢 增加好的售后服务 并不是掩盖矛盾 就像这个ISG的48副 还是有问题一样 你升级一下 暂时让车主回家了 不过是按一下葫芦付起条 没有太大意义的 长久来看呢 还是会失掉人心的 比如我们这个 人中提到的第三位车主 他干脆把车卖了 转图特斯拉的怀抱 这个例子呢 依虑深长 还有那么多 这个48副出问题的车主 他们能等到奔驰的官方答复 或者干脆就是召回吗 不太乐观 现在德国人呢 也在变得标华事故 回避责任了 说起来呢 重视宝马 奔驰这个品牌的人呢 多数是年纪越大一些的人 像我们这个星球的人 而现在崛起的年轻消费情绪呢 却是威力甚大 连奔驰也在标榜自己 年轻化嘛 但是如果不能真心地为消费主导想 躺在这个百年品牌的功劳果上吃老板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看看好几十万的上百万的特斯拉 五六十万的未来 还有马上到来的这个动辄一两百万的FF 哪一个有什么百年历史 哪一个有什么品牌效应 这个长江后浪亏钱了 这是历史法则 不说了 我们家先生呢 本来一直想买个奔驰衣 我一直不同意 这一次 估计他不会再提这些事了 这期的那个 《气账肯定话》好好运输栏目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下次收看